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纽约时报最近发布了一份调查 在2018年全球必去的52个目的地当中 甘肃名列第17 这是大陆唯一入选的省份 日记去年荣登国际知名旅游指南孤独星球 亚洲最佳旅行目的地榜首之后 又一项新的荣誉 这也标志着甘肃旅游进入了全球的视野 位于大陆地理中心的甘肃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论自然景观它有张艺的丹霞地貌 有月牙泉的沙漠地形 比人文风情有古丝绸之路 莫高窟敦煌 那么再加上高铁的通车 让甘肃在短短5年当中 游客人数从每年7834万人 一下子飙到了2.39亿 也创造出了1580亿人民币 折合台币是7300亿的旅游商机 他俩出任何危险跟我运游客关系没有 他俩现在就是死了我的不管 去路板合掌村 不玩贵桑桑的自费项目 小心被恐吓 在那个方向 但是咱要合在绕上去 别人已经做过了 想看兵马俑 黑司机却再去山寨景点 白花丢往前 多少钱呢大家 大概在300来块钱吧 就连上海南岛吃顿海鲜 进门结账两个假 相较大陆各地载客平传 这里称得上林富平的旅游天堂 暖天黄沙苍茫戈壁 是人们来到甘肃脑中浮起的第一印象 你可以到月牙泉华沙骑骆驼 或是前往敦煌 领略千年佛教的文化震撼 从一个历史的一个长河的角度 来看这个墨高窟 当然比直接来看墨高窟 肯定是有一个更加的一个 深入的一个了解 抬头仰望石窟壁画 佛像的细致纹理 历历在目 游览墨高窟有新方法 不用再摸黑潜入 游客中心打造出的巨型球体荧幕 放映耗时六年拍摄的高画质影片 还能一窥不曾对外公开的神秘洞窟 285窟是墨高窟最早有明确开窟时间记载的洞窟 一天合理地存在来的三千 既考虑文物也考虑观众 我们总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考虑 就是你要知道观众体验好 看好 就我今天看了很满意 纽约时报发布 2018年全球必去的52个目的地榜单中 甘肃名列第17名 是大陆唯一陆选省份 除了没有黑心行程 不断优化旅游体验和开发新景点 也是博得青睐的原因之一 色彩斑斓 气势磅礴 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张义单辖地质公园 发育于200万年前 红色沙粒岩经过长期风化玻璃和流水侵蚀 形成奇言坏实的独特地貌 张信福在张义开旅行社 过去是将人往外送 如今是把游客接来玩 一年超过10万人 大巴跟着增加到上百辆 全派大陆一带一路倡议之刺 带火甘肃思路旅游 其中也少不了高铁的加持 2014年开通的蓝星高铁 横跨甘肃青海新疆三省 全场1777公里 沿途风光壮阔雄伟 有大陆最美铁路线之称 吸引不少日本游客来趟铁道之旅 羊肉泡馍灌汤包远近十名 当然还得来一碗汤鲜味美 有咬劲的牛肉拉面 有美食有奇景还有悠悠古文化 刚刚五年甘肃接待游客人数 从一年7834万人增长到2.39亿 创造出1580亿人民币 约7300亿台币的旅游收入 昔日荒漠苦尽甘来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